早安TBS 陳建快訊要帶您掌握國內外罪及時的新聞內容 手上要帶您關注是死刑的事件在今天下午3點就會宣判 但如果判違憲呢 其實幾乎等同宣告邁入廢死國度 只是這也讓一些殉職警察的家屬是非常不滿 認為如果真的廢死是沒有公理的 根據T2隊的報導呢 其實就是台南這兩名的警察 屠明城還有曹瑞傑這兩人在2022年的8月追查機車吃竊案的時候 是遭到明德外衣間逃脫的嫌犯 也就是這個林信吾是瘋狂的揮刀最後是致死 而林信吾在2023年的11月23號是被台南的地院判處死刑 而屠明城的二姐就表示了 如果下午的宣判呢 結果出爐最後是真的廢死的話 恐怕是無法公正回憶犧牲的警察 還有維護社會安全的使命 另外也說如果真的有這樣的判決 那到時候也不再有正義公理可言 好 再續要帶您看的是這個官員的這個焦點 也就是文化部長小野呢 李遠他的官位不保了嗎 因為上日四個月以來 其實面臨了非常多項的爭議 根據T2隊的報導 其實李遠呢 陷入的這些爭議 有哪些 其中包含這個閩南語改稱台灣台語 還有中正紀念堂禮賓移到戶外 以及金曲獎的政治言論問題 而林遠也因為他的背景呢 還有過去跟柯文哲的關係 是引發了這個綠營內部批評 而且呢 其實也被指責在處理上面 都有一些困難的議題上面 都有不斷背鍋的狀況 因此呢 外界就猜會不會這個李遠的這個職位是不保 甚至還說他是不是面臨四面楚歌的狀況呢 但是文化部就回應 目前李遠的工作情況都非常正常 也並沒有外傳所謂不長位子不穩的一些情形 好 再次是國際的焦點 但您看到在荷蘭的部分是出現有人持刀來攻擊 釀成一死一傷的意外 根據一體圖在報導 這荷蘭的警方就表示 這攻擊案發生的就在港口城市路特丹 而目擊者也說 他其實當下看到這個范賢在作案的時候呢 是大喊真主致大 而警方目前是有逮捕到人 只不過因為男子因為自殘 所以他目前是受重傷 已經送往醫院 而目前警方也在全力的調查這起事件 同時也呼籲目擊者 希望他們可以趕快出面來協助說明 來釐清後續的案情 好 接續是回到國內 要帶您看到有營車的司機 不只是司機的生意被解雇 最後還偷車 造成公司損失 而最後是被判刑7個月 根據中時的報導 其實這是發生在高雄的一名核信的 飲飲車司機 他先是因為司機的這個殺死生意被解雇了 後來他就自己偷了這個公司的飲飲車 甚至還交通違規 所以最後橋頭定月是認定他觸犯了這個 業務侵占 竊盜等三罪 最後是判刑7個月 但是是可以一顆罰金的 而這個河南他其實是透過私運 是獲利高達是二萬五千元 也造成公司的油料費損失是兩萬一千元 所以警方最終是在高雄市 還有屏東也查獲到他 同時也將他移送把案 所以最後才有這樣子的判決結果 好 最後是財經焦點要帶你看到的是這個打房的政策 因為昨天央行是祭出第七波的選擇性的信用管制 但是祭出之後就被點名 這是不是全球最嚴的現代令呢 甚至有專家說這城污市場 恐怕就是海嘯的第一排 根據中時的報導 可以看到這次的措施包含了這個生存準率 還有提高貸款條件 影響的包含守購族還有一些房仲業者 像是房產的這個專家何市長 他就預測這城污市場是會面臨非常大的衝擊 而且也說別人都在問他這樣會造成什麼影響 但是他就反問說這個政策推出來之後 活下來的房仲還剩下多少呢 另外也有地產的網紅 他也點出像是投資客跟房仲 其實反應都是非常困難 因為以8月份的看污量來說 其實走就已經減少高達3成 而央行這次打房 名下有房者是沒有寬限期的 因此這個買房的槓桿是很難開 預計會對投機客的衝擊造成非常大 以上就是為你掌握到最起始的新聞內容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